大陸總理李克強進行政府工作報告期間 數十次拿毛巾擦汗的鏡頭 被解讀為大陸今年經濟工作任務的亞歷三大 而兩會期間官方公布了2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 更加深了對增長放緩的憂慮 外貿下降了13.8% 其中出口年減20.7% 創三年來最大降幅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5% 則是13個月來最疲弱的數字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年增0.1% 也表明當前工業需求不增 野村證券的報告說 這已經逼近通縮的危機 官方也在本週發布一系列數據 但也表明1至2月份因春節因素 一些數據扭曲的經濟基本面的情況 儘管如此 大陸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毛勝勇坦承 經濟面臨巨大的下行壓力 事實上大陸從去年第三季已經意識到了危機 加快專項債券的發行 啟動一批補短板的基礎建設工程 這確實讓1至2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年增6.1% 其中基建增長了4.3% 增速略高於去年同期的3.8% 然而外界更期待能鬆綁住以扭曲頹市的房市調控 但從兩會上官方所傳遞的訊息顯示 這並非提振經濟的選項之一 我們住房的一個定位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就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防止大起大落 而經濟活動的放緩就直接反映在就業市場 2月份大陸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從去年12月的4.9% 攀升到了5.3% 這已逼近李克強稍早政府工作報告中 將這一數字控制在5.5%左右的目標 失業率的攀升恐怕更動搖了大陸對政治維穩的底線 中國經濟確實遇到了新的下行壓力 應對新的下行壓力 一種辦法是高量化寬鬆 超發貨幣 大規模提高赤字 大水漫灌 羅不快樂不洗禮 以時可能有效 但可以帶來後遺症 所以不可取 那麼我們還是要堅持 通過激發市場的活力 來頂住下行的壓力 怎麼應對經濟下行的風險 成了大陸全國兩會結束後 年度的總理記者會上 李克強回應國內外媒體提問的重點 事實上大陸當前經濟能處於2008年金融海嘯 推出四兆擴大內需後 具產能去槓桿及經濟轉型的週期低點 更疊加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信心危機 而過去應對危機 北京肯定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上發力 啟動儲備的基建項目 擴大內需拉抬經濟 但這回李克強說 要鞏固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成果 不再搞大水漫灌的強刺激 而是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 放火企業 把增值稅和單位社保交費要降下來 降出兩萬個億的同利 這可以說是應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十分重要的 關鍵性的技術 一年兩兆人民幣的減稅降費 堪稱史上最大規模 但也造成財政赤字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再強調 政府機關要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也罕見了以嚴厲的口吻 警告各級地方政府的嚴格執行 別想用變相的亂收規費 出實財庫 那麼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就要讓利 政府的存量的利益也要動 得罪人也要動 現在可以說是真金白銀已經備好了 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都要去落實 但是絕不能讓政策打白條 更不允許變化花樣 亂收費來衝擊 減稅降費的成效 還是要讓企業讓市場主體 切實感受到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的 實實在在效果 相比加大積極的財政力度 大陸應對這一輪下行風險 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表述顯得保守 但一月份創紀錄的3.23兆人民幣新增貸款 又讓外界有大水漫灌 結束去槓桿緊縮的財計 然而從資金流向看 各家銀行一改過去放貸的風險偏好 在監管城的窗口指導下 民營中小企業成了最大受益者 現在在代款問題上 的確需要清除一些障礙 引導和規範我們的企業 改善自己的內部管理機制 多跑民營企業小微企業 為他們降低融資成本 減少不合理的費用 小微活經濟才活 就業才多 對於那些不具備深層條件的 這張勢企業不會給他們新的貸款 違法違規的 該制止的制止 該打擊的打擊 我們完全可以守住 不發生金融風險的底線 信貸政策有保有壓 李克強再次宣示 對民營企業的扶持 更強調對各類所有制企業的 公平對待 當然這包括外商投資 請按表決器 在大陸全國人大 最後一天的議程上 表決通過的外商投資法 這也被視為應對 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 這部法律 除了加大對外商投資的保護 也在市場准路上 明確國民待遇的 公平競爭環境 這個法案 是要用法律的手段 來更好地保護 外商的投資 吸引外商 來使它保持 對外開放 熱度 這樣一個溫度 我們要實行 准路前國民待遇 和負面清單制度 那就要推出新的負面清單 飛進直流的範圍會越來越大 我們還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要讓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無處可循 李克強也談到外商投資法中 回應了長期以來 遭人詬病的強制技術轉讓的問題 未來這將是市場化的自願行為 不得以行政手段強迫外資 進行技術轉移 這也回應了當前中美貿易磋商 美方最關切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磋商 還在繼續進行 我們希望磋商能有成果 能夠實現互利雙贏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 必談陷入膠著的 美中貿易磋商進度 只表達了希望能有一個好的結果 而不論是總理記者會 還是他的政府工作報告 李克強所端出的一系列政策 都在強調減少政府干預的市場化改革 也回應了美方對大陸 國家資本主義的抨擊 政府的改革 應該是更好的讓市場 在配置資源當中 發揮決定性作用 也就是說要圍著市場 這文章不是勞給市場下指令 你做什麼 把市場的活力激發出來 現在中國市場主體已經超過一億 這個力量可以說是難以估量的 我們還是要這個貴友們繼續推進 減稅 減降費 減震 培育新動能力 放寬市場准軌 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一系列的措施 為市場通行 為企業 因為把他們的創造力 釋放出來 我們一定能夠保持 基地面心在合理時間 相比習近平 李克強被認為是更相信 市場經濟的領導人 而應對這一輪經濟下行的壓力 北京不再迷信 大凱因斯主義的政府行動 更多的是採取 經濟學供給學派的理論 放火企業 激發市場活力